读本好书 听多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今天我们还是一起 天南地北地去寻找年味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上海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 是当时中国最摩登的城市 那时候刚刚启用的功力备受推崇 春节因为是农历的新年 所以对于一些倡导歌新的人来说 过春节是守旧的表现 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大作家林语堂 曾经留学美国 德国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个守旧的人 所以当然不要过农历春节的 然而当农历新年来临的时候 林语堂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无奈 就像在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中 他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躲不过的春节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 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 那天是杨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叫我不要遵守旧历 我也答应照办 旧历新年到来的声音 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 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喇叭粥 使我立刻记起那天是阴历 十二月初八 一星期后 我的庸人来借额外的月薪 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 他下午西宫出去的时候 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 二月一号 二号 我得送小费给邮差 运货车夫 书店信差等等 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 我还对自己说 我不过旧历新年 那天早晨 我太太要我换衬衣 为什么 我问他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 明天不洗 后天不洗 大后天也不洗 要近乎人情 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 当时的风俗 是春节不能洗衣服 洗什么东西 就会洗掉运气 把水倒掉 就会倒掉运气 早餐后 我家人要到银行去 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 银行 在年底 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 语堂 我太太说 我们要叫部汽车 你也可以顺便去理理头发 理发 我可不在意 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 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 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 在这个时候一去 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 归途我带了一大堆东西 走马灯 兔子灯 几包中国的玩具 还有几只梅花 回到家里 同乡送来了一盘家乡著名的水仙花 我记得儿时新年 水仙盛开 发着悠香 儿时情景 不自禁地出现在窝眼前 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 就联想到春莲 年夜饭 鞭炮 红蜡烛 福建橘子 清晨拜年 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断袍 中饭时 有水仙的芳香 想到无香的萝卜果 也就是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过来 我感慨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 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 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 我记得曾经买过 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 太太挑衅地说 当然我能够 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 我以手里提了一楼两磅半的年糕 从四川北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十炒年糕吃 满房是水仙芳香 我很激烈地感到 我像一个罪人 我不预备过新年 我下了决心说 晚上我要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 我太太说 我们已经请了朋友 今晚来家里吃饭 六时 发现蜡烛台上 点起一对大红蜡烛 烛光闪闪 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 那时 我的科学理智 已经很模糊 微弱 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 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 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 那不是我科学的意识 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 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 那就不觉得什么了 一时鞭炮声音四起 一阵阵的乒乓声 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 掏出一块洋钱 给我的仆人说 阿勤 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 几串鞭炮 越大 越想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 我坐下来吃年夜饭 我不似觉得感到很愉快 真是有趣啊 一直坚持所谓科学的意识 宣称不要过年的林语堂 是节节败退 但他内心竟然是觉得很愉快 最终是热热闹闹地 过了一个中国年 他说自己抵抗不过鞭炮 但其实他抵抗不过的 是深入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传统 林语堂先生用幽默的方式 讲述自己抵抗春节失败的故事 就像那年复一年的春运潮一样 再次证明了 年已经深深地植入了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无论任何时代的变化 都无法撼动春节 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的地位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年味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继续读书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